台媒炒富士康引进大陆产光刻机并非用于芯片制造 12月5日 台湾经济日报和联合新闻网同时发布报道称 11月26日在青岛正式投产的富士康集团首座晶圆级风策场 引进多达46台上海微电子生产的光刻机 并同时称这意味着大陆生产的光刻机实现从90纳米到28纳米的跨越 观察者网查证后发现 富士康与青岛国资合资设立的半导体风策项目 今年7月便已开始引进上海微电子的光刻机 相对于IC制造用光刻机 封装所用光刻机的研发难度较小很多 市场空间也更小 但后发的光刻机厂商可以先在封装领域进行积累 文章指出 现场图片显示 新核心科技进场的首台封装光刻机确实由上海微电子生产 但设备总数和具体技术细节并未披露 2020年6月 方正证券的一份研报显示 上海微电子在封装光刻机领域已经实现批量供货 是多家封测龙头企业的主要供货商 国内封装光刻机市场占有率高达80% 不只在国内市场有所建树 上海微电子的封装光刻机还出口海外市场 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高达40% 但在制造领域 上海微电子与阿斯麦等国外光刻机巨头的差距十分明显 市场调研机构Sino Research分析师向观察者网指出 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是 国产光刻机研发难点中对进度影响最大的部分是光源和雾镜 分别来自北京的刻意红圆和国望光学